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第一场战斗 2比1 平地无修正 投出的1 BX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 第一集团军所有行动结束 本回合第八集团军的捕员是1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第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6比1 村庄为左一一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还是6比1 投出5 BX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 本回合打了两场战斗都是欲罪收尾 真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然后下一场战斗 10比1 城市为左一两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一列 由于超过7比1 最终变为7比1 投出2 BX 防御方被消灭 第八集团军所有行动结束 日军本回合没有援军和补人 开始第一场战斗 开始第一场战斗 1比4 城市为右一一列 最终变为1比3 只有投1 才能重新夺回水户 投出5 AX 攻击方被消灭 不行 要用挺身队 再投一次投子试试 1 很好 没有招合 投出4 AX 攻击方 攻击方撤退一格 好吧 可以投降了 最后娱乐一把 1比4 6 AX 攻击方被消灭 好 游戏结束 第一集团军以30分的成绩 获得胜利 回顾下本次战役 红色箭头所指的水户 一开始设置时 就忘了放一个步兵师团了 给第一集团军减低了难度 I 没想到一开始就村了 3月第一周 日军损失了6个师团 美军损失了2个师 1个指挥部 3月第二周 日军损失了4个师团 2个装甲旅团 美军损失了2个师 1个装甲师 3月第三周 日军损失了5个师团 美军损失了1个师 1个装甲师 1个指挥部 3月第四周 日军损失了3个师团 1个装甲旅团 美军损失了1个师 4月第一周 日军损失了4个师团 1个装甲师团 1个防空师团 美军损失了2个师 1个指挥部 4月第二周 日军损失了6个师团 美军损失了1个师 2个装甲师 4月第三周 日军损失了8个师团 美军损失了2个师 4月第四周 日军损失了3个师团 1个装甲师团 美军损失了1个师 1个装甲师 好了 东京湾强袭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观看